劳工是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力量 为了照顾广大的劳工朋友 彰化县政府在卓博元县长的带领下 积极强化劳工教育 充实劳动界专业智能与需求 尤其更重视公共安全 首例主动与劳委会签订安全伙伴宣言 其能共同保障职场劳动安全 为劳工朋友许下临职灾愿景 能够成为台湾第一个地方政府 与中央的劳委会来签订 劳工安全伙伴协定的政府 我们今天完成这个签署以后 我们会进行一连串的合作 这些合作的目的 就是希望我们在彰化所推动的 各项重大工程的建设 中间这些劳工安全卫生 能够得到确保 能够得到一个架构性的辅导跟协助 包括每一个建案的专案的风险管理 希望针对每一个建案 它的工程的特性 我们针对它的特性 来让我们的安全观念 能够落实在每一个建案里面 那另外我们也非常的重视 劳工安全卫生的教育 劳工安全卫生的教育 是整个劳案的基础 那另外我们也有一个机查的机制 看到这个劳工安全的整个的措施 跟做法是不是落实 随着二林中科园区高铁彰化站连外道路 彰化艺术中心等重大工程陆续启动 投入的劳力也相当的多 卓县长除期许各项工程建设 能如期如值完工外 更希望为宪明打造优质就业环境 造福彰化乡亲 公益频道张华云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